过来 小心 你看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我带老大来过 是吗 妈妈 咱们给老大选一个这个怎么样 多漂亮 我喜欢 祝你好 快吹蜡烛吧 老大 你起了什么月呢 不能说 说了就不灵了 这么没意浸 赶紧进入送生日礼物的环节吧 送生日 哪那么多家 龚俊 生日快乐 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这个礼物有点贵重 我真不能用 妈妈 咱们送老大的生日礼物呢 拿出来吧 妈妈带了 你怎么忘带了 真懂啊 好好做事 我的礼物你可以不收 但是莉莉的礼物 你一定要收 生日快乐 爹爹 生日快乐 爸爸 他为什么叫你爸爸 因为莉莉是你的亲生女儿 什么意思啊 是我亲生女儿 亲生女儿早就没了 我没打掉她 五年前我在机场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的肚子不见了 是我把肚子勒起来了 为什么 我舍不得她 你不觉得你给我这些剧情太狗血了吗 生活永远比电视剧更精彩 我也可以不说的 但是 莫别一让我个人的错误 却让一个孩子背负一辈子 你不认识 公监 我只是想跟你说 人生无悔 可是离开你 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我说几句 公监 咱爷俩 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 我和绿军他妈妈 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孩子来看 今天 我代表我们全家 代表丽军 要向你说一声 对不起 不 那个老首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 我 我担当不起 只是刚才丽军 他说这个孩子 我有点 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我理解 别说你反应不过来 我也反应不过来 您知道 对 我也是前两天 才知道这个事情的 但是 假如当初 我就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我就是把他绑也绑在家里 不让他走的 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我代表我们全家 请你原谅 来 看见咱爷俩分上 咱们把这杯酒 干了 我先干 来 来来来 咱们大家吃菜呀 来 来吧 小薰 来 吃菜 快点快点 你喜欢吃什么 对啊 来 别玩了 来 我上了飞机 就解开 绑在肚子上的绷带 丽丽很坚强 她没有被累坏 第一年 她在我肚子里天天闹到 好像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好奇心 可是正当她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她反而安静了 第二年 第一年 同岁的孩子都开始说话了 可是她一个字也不说 我告诉她 她的爸爸在国内 她就天天盼着回国 第四年 第四年 她喜欢上文画画 有的时候 她会画在自己的身体上 第四年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 她叫了 爸爸 第五年 她画了很多的画 特别多 全部都是爸爸 我突然感到 我自己太自私了 所以 我决定把她带回国 叫爸爸 她叫爸爸 也不应该叫的是我呀 我不在她身边 她应该叫的 是把你带走的那位呀 没错 可是我心里知道 许与飞不是她的爸爸 这事许与飞也知道 从一开始就知道 空间 你高兴吗 对不起 空间 我骗了你这么久 我觉得 应该做一下亲子鉴定吧 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总要确认一下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如果你不信 可以不认 对不起 我先走了 你等等 我先走了 虽然你不相信 但是我必须给你看一样东西 就是莉莉 每天晚上睡觉时 都会抱着的一张照片 而且一拿走 她就会大哭 俺偷要抓到一张照片 妈 金珊 翻什么呢 我都听到这个礼物在你包里 你根本就不是忘了 那你也不能随便翻妈妈的包啊 那你是不是因为就是老大有了莉莉 就不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她了 问你一个问题啊 巧克力和冰糖每个更好吃 当然是巧克力好吃 那如果你的好朋友已经有了巧克力了 你还会送她冰糖吗 那你才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你老大已经有更好的礼物了 可是我觉得咱们从她的礼物上都好 你看多好 我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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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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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晚了一点 合同事我已经跟杨总谈完了 合同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修改一下就行 好 空姐 没想到 你跟立军的孩子 都这么大了 好事 那你们先聊着 我们先走了 杨总您慢走啊 好 周里君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你干吗把孩子带这儿来啊 孩子在家没人带 我父母出去了我不带这儿来带 没人带你也不能带这儿来啊 这是工作场了知道吗 你无非是想给我施加压力嘛 现在莉莉是不是我的女儿我不敢说 但至少是你的女儿 你怎么能忍心拿她当砝码呢 空姐 你现在怎么对我这样啊 你变了你知道吗 都会变 所有的事情和人都会变 只是有些人变好了 有些人变得更糟糕了 那你怎么对我这样说话呀 你怎么对我这样说话呀 来 莉莉 莉莉莉莉 莉莉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莉莉莉又自闭一场 她最害怕听到别人这么吵 可没发现 她总是一个人画画 从来不能人交流 没事啊 算了 吵都吵了 这画笔也折断了 陪我重新给她买一套吧 这一盒画笔能用多久 这得看莉莉的心情 看心情 心情好的时候想说话 就用得很快 没有表达欲 这一两个月都用不完隐和 那你有什么好方法 让她保持心情无悦 给她看爸爸的照片 来 对了 我想给莉莉买一个安全座椅 你陪我去吧 嗯 走吧 爸爸 你买个冰淇淋 好啊 爸爸给你去买好不好 好 待会儿啊 我先给她去买冰淇淋 你们在上面等我一会儿啊 好 走 小心一点 来 你们再去那家店看看 走 好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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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 这位是 他是我老公 您是 我是他老公 走 这么巧啊 这么说 他是你们的孩子啊 我儿子 他是 我和龚健的 都那么大了 他午睡了 那样你们俩挺聊得来 干脆你们到隔壁开会馆聊会儿去 叉叉 我们走 你哪都不能去啊 你是答应儿子一块买变形金刚的 你也不能去 安全座椅还没买呢 回头再聊啊 拜拜 累了 坐会儿吧 好 刚才那场面 真是容易让人误会啊 没有人误会 你现在就这样跟女人玩暧昧 邓草嫂是我女朋友 为什么不早说 没必要跟你回报 你不是要做亲子鉴定吗 好啊 我们去做 到时候我就不相信 你为一个邓草草 会不要我和李李 我已经咨询过来了 你呀 只要拿着样品 就行了 你自己去吧 我可不愿意看见那种场面 这弓箭还真够深藏不露的啊 一个女助理不够 现在又冒出过前妻 还带一孩子 还那么暧昧 你说这关系怎么那么乱啊 这跟你有关系吗 这跟你有关系啊 跟你有关系啊 你怎么还那么傻 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 会跟其他女人搞暧昧吗 还换你自己的事情 走 再让妈妈跟我粉笔 你帮你了 等会儿 护症 今夜我要去医院做鉴定 你不去吗 没这个必要了 是谁的孩子 我最清楚了 好吧 进来 周周 这是您要的东西 给您准备好了 您先出去吧 好 来 看看 pueden ? 您干净可以吗 可以的 要多长时间去接过 一般是七个工作日 那我要加急 这样急的话 三天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我加急 你还记得你那前姐夫弓箭吗 记得呀 当时你俩离婚 这闹得沸沸扬扬的 大伯都病了好久呢 我现在准备跟他谈复婚呢 复婚 你当时可是把他孩子都打了 他能原谅你吗 我没打那个孩子 这次我都把他带回来了 李俊杰 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吧 我没跟你开玩笑 弓箭也不相信 这不到你们医院来做亲自鉴定呢 那结果他出来了吗 我还不知道呢 所以我才过来求你啊 我就想先看一下那个检验报告 先看一下那个结果 这几天我心里面都特别不大事 这我也不方便呀 你看 我都已经浪费了五年的时间之前 我真的不想浪费时间 让我看一下那个 就看一眼 我帮以前的办法 好吧 您真的是那位在美国纽约 拉斯维加斯和梅阿密的沙滩上 都做过画展的许与飞老师 这是我最近的一些作品 从装的线件 鲜艳的色彩 果然是你 那我可以留下来吗 可以可以 不过 我有一事不明啊 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会选择我们这么一间小画室 还是教孩子画画的 作为一名艺术家 不可能固步自封 不突破自己 生活当中处处是养料 尤其是像在您这儿 可以接触到很多小朋友 从他们身上 可以给我很多创作上的灵感 主任 您 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没有没有没有 求助不了 求助不了 这本画车 能送给我吗 当然可以 好好好 那得向了面 向了面好吗 好 画得不错 就是 过头或用色 稍微死满一点 你是谁啊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我是你新来的老师 怎么能证明你是老师呢 好 你真的是老师耶 愿不愿意 跟老师经常上一些小课呀 好啊 好啊 关小轩是你吗 嗯 我给你起个英文名字吧 阿波罗 阿波罗 什么意思啊 就是 西方神话里的太阳神 代表勇敢 智慧 酷啊 这个名字不错 很适合我 萱萱 萱萱 来 关小轩 萱萱 这个家长 你找谁啊 主任 萱萱呢 萱萱跟老师出去了 跟老师出去了 我是送孩子来学画画的 不是让你们带孩子到处乱跑的 你们别着急 这位老师人挺好的 我也是花大价钱 从美国给他借过来的 他画的画 现在正送到一些个 书上家的追捧 接铁攀升啊 你看 有很多孩子都愿意上的课 他卫图跟萱萱聊得挺近 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现在人呢 孩子去哪儿了 应该就外面牺牲的 不远 刘老师 学生家长找你 你们聊吧 我走了啊 妈妈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只能在教室里画画 不要到处乱跑 谁要带你出去之前 给妈妈打个电话呀 你忘了 妈妈 老师说我画得很好 应该有更专业一些的笔 还有画家 你看这是老师给我买的笔 还有画家 你好 怎么称呼您 我姓许 许一飞 许老师 不好意思啊 我希望以后你把我孩子 调出去之前 事先通知一下家长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吗 我摄错了吗 我摄错了吗 有没有人跟你讲过 你的三十八度侧面特别美 特别是有一缕头发 垂在眼前的时候 我是一名画家 这是我的名片 你可以叫我自己 我想请你为你的儿子 做一回模特 小萱妈妈 你知道吗 你的儿子在绘画上 特别有天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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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是 在白鲜不得整 我也是 我认识 我感到贵 我响到你 我和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就说嘛 小萱有天赋 这也太神奇了 老师也帮了我一些 小萱你要记着 以后在你完成你的作品时候 要数上你的名字 那我可以沾阿波罗吗 当然可以 搞定了 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帮你拿倒的 厉俊姐 你这怎么了呀 给我弄点糖水 那好那你等一下啊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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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好好 来来来 来来来 各位请 各位请 这儿呢 是我一好哥们的私人贵所 我就图这儿一清景 所以呀 就把大家请这儿来了 好 既没有项目上马 也没有项目收工的 这顿局 我们有点忐忑呀 没事 待会儿我就给各位唱坎特 好 走 来来来 走 今天不是生意场合啊 就是我请各位来表达一下自己的私人心意 再做到各位 无论从年纪上 还是在北奥的资历上 那都高我一筹 我就自作主张 叫你们一声大哥 好不好 好 太客气了 哎呀 比起做生意来 我是更愿意交朋友 对 我呢 今儿就有贝勒斯林浩雅 它来自于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年份 不同的酿做工艺 希望在等多各位 能从中找到 属于自己心意的口感 关注我来吧 不用了 我要亲自招呼各位大哥 好 姐 我伟贵拿报告给你看的事 实验室主任知道了 连累了实验室的小王和我一起收集 以后这种事 你可千万别再找我帮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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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好准备了吗 一点准备都没做好 突然 有了一女儿 我想我得适应适应 适应 可谁都得适应一下 有一种完全被打乱的感觉 臭口 先跟周立军聊聊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都尊重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呢 你来干吗 我来看儿子 空总 真够累的啊 自己老婆孩子要关照 还那么关心我老婆孩子 这房子她给租的吧 她就是为了安抚你这颗受伤的心啊 男人的心情我要比你懂 不管她之前离婚为了什么 也不管她现在有多爱你 但是她现在老婆回来了还代言女儿 也不管她对小轩有多好 女儿是她亲生的吧 这谁都比不上的 你要知道 爱情是敌不过亲情的 你到底干吗来了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不爱听 但是我不跟你说 你永远都想不明白你知道吗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走吧 我要等我儿子回来 那别在这儿待着了 去学校接她去 终于相信丽丽是你女儿了 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当初走的时候为什么要骗我 五年前 你还没想不明白 你还要说 你还要想不明白 你了解 我妈妈 我又会想不明白 你还想不明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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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礼拜 莉莉在我这三天 在你那三天 剩下的一天 看莉莉选择跟谁了 莉莉 这里是爸爸的家 你在这里要乖乖的啊 你确定吗 那是我孙女 确定 我做了亲子鉴定 那她怎么 那个招呼做不大 也不说话 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她表达情感的方式 就是画画 好奇怪啊 妈 我不是你妈 阿姨 谁是阿姨啊 这儿没阿姨 算了 我知道您不想看见我 我就不在这儿给您添堵了 凤姐 莉莉今天就交给你了 没别的就两点 第一 不要跟她 有肢体上的接触 第二 晚上睡觉的时候 让她拿着你的照片 好 从现在开始 你要发现 我就看着她不顺眼 刚结婚那会儿 她对你一致气势的 现在离婚了 我看她就更不舒服了 还说什么 跟孩子不要有肢体接触 耍什么威风啊 我是她奶奶 我就不能动动孩子了 我去抱抱我宿舍 妈 莉莉 莉莉 奶奶抱抱 奶奶抱抱 妈 妈 莉莉有自闭症 只要超过她心理预期的 肢体接触 就会产生极度恐慌 自闭症 对 可能是因为从小 就没有父亲在她身边生活的原因吧 对啊 就算是你不在她身边生活 可是莉军 后来嫁那老公 不也是她的父亲吗 莉莉 我是奶奶 莉莉 我是奶奶 妈 妈 你没事吧 妈没事没事没事 这个莉军的 她哪是带回了个女儿啊 是带回了个冤家 我看我呀 我还是回小宝家去吧 她还挺不怕你的 行 那您就回去吧 慢慢来 我到第一次知道 做奶奶的 不能抱孙女 不怕 莉莉 别怕 别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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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swinging 不是 搞吧 不怕 那我otic 我离不怕 带别粑 我们不会玩啊 你是不是在想老大呀 不说话就如我猜对了 玩这么久了 别玩了 玩这么久了别玩了 伤眼睛 回去睡觉去吧 叫我睡觉去是个猜对的 妈妈 是不是因为老大有了莉莉 就不想要我的呢 以后没什么事呢 别瞎猜 妈妈 老大有好长时间 都没来看咱们了 老大有了莉莉 莉莉比我们更需要她 是不是因为莉莉不说话呀 我的话很多 我可以填给她 我可以听了大家 钱 在家里面 都有一些 我可以看看 我是不是有一个 我不会 你在家里面 都不召唤证了 没有 contenido 不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